第八百九十一章 就在他们靠近道场的时候 叶珍的关门弟子江小生 拉开了侧边门 滚 众弟子一惊 没有任何疑问 也不敢问 众人立马攻身离开了道场 警告你们 若是谁再擅自闯入师父的道场 严惩不待 江小生目露凶光 众人吓得浑身哆嗦 待飞行斋弟子离开以后 江小生进入道场 关紧木门 脸上已尽是虚寒 他拍了拍胸脯 面色凝重道 孟长东竟能击杀师父 距离万丈驼山的北侧林地中 黄昏的太阳穿过树林 天色渐渐变晚 一棵巨树下 叶真单掌撑着地面 吐出了一滩血迹 叶真喘着粗气 瘫坐了下去 靠在树根上 抬起头 看了一眼飞行斋 重八叶追击的方向 早已不见了踪影 你 到底是何方神圣 叶真渐渐平复了下来 他挥了挥手 将乳袍身上的沉沙 鼓了出去 变得干净了很多 又将稍微凌乱的上衣 理了理 尽管如此 衣领处依然有吐出的血迹 也不知为何 这血迹出现 令他心烦意乱 一把将乳袍拽掉 往前一震 滑了一下 夜火灼烧 如袍化为飞灰 消失不见 上身只剩下白色衣着 叶真理了理白色衣着 心情渐渐平复 他盘腿而坐 不断呼吸吐纳 与此同时 鹿州飞离了万丈驼山的阵法区域以后 一路向北 进入了另外一片丛林中 他没有再继续飞行 而是静静立于林中 不多时 飞行斋的五名八业修行者追了上来 一字排开 何人如此大胆 擅闯飞行斋 鹿州缓缓转过身来 目光一扫 那五人一惊 孟长老 你们在追老夫 那气势 说话的腔调 眼神战姿 都与孟长老截然不同 孟长东 你搞什么 脑这么大动静 看你怎么向叶长老交代 孟长老 中指封北侧的九叶法身 是你放的吧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五人轮番质问 鹿州脸色漠然 和叶真交手的火器还在 一巴掌让叶真死了 便宜的来 区区八叶 也敢跟老夫叫板 鹿州台长 掌印飞出 金光闪闪的掌印飞了出去 五人顿时一惊 鹿州向前迈步 每迈一步 脚下金莲出一夜 很快 九叶齐开 金燕绽放 金莲伊丽 不好 分开逃 有人送人头 鹿州岂会不笑呢 他们还以为追的是被叶真击伤之人 无人分别逃往不同的方向 金光闪闪的掌印命中一人 碰地一下落下 那人翻身过来 面色惊骇地看到了 令人终生难忘的一幕 只见鹿州踏空 十五丈法身拔地而起 金燕夜火熊熊燃烧 手中出现一精致弓箭 翁鸣作响 弓箭横着向前 五指拉动剑刚 金色剑刚四周泛着蓝光 蓝光之上燃烧火焰 四道剑刚分别朝着四个方向飞去 鹿州不再看那些人 他也没有藏私 直接用了二分之一非凡之力 平均在四道剑刚上 又同时附加了金色夜火 再加九夜的力量 八夜没道理能挡得住 法身消失 魏明宫消失 金燕和蓝光也一同消散 鹿州的容貌也在这时恢复成了自己的模样 面前百米处 那唯一中了金掌的八夜强者 看着徐徐迈步前进的老者 内心之中充满了恐惧 不急不缓 徐徐迈步 在靠近的途中 鹿州听到了四声提示 统一而清晰 其杀一名目标 获得一千五百顶功德 并且加成一千点 共计一万点 白颂的人头 鹿州岂会放狂 四人已死 鹿州不再关注 而是一步步来到了那唯一生存的男子面前 目不转睛地俯瞰他 这么喜欢追着老妇啊 嗯 那男子当即放下了八夜的尊严 碰碰磕头 孟长儿劳命 不不 老前辈饶命 老前辈饶命啊 叶珍到底是何放神圣 回想起刚才叶珍死后的奖励声 让他感觉到非常诡异 叶 叶长老 是 是 是 我飞行斋 大长老啊 老夫最狠他人撒谎 鹿州五指一开 手掌泛光 那男子连忙摆手说 我是真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他修为莫测 连斋主大人都要力量三分 这些年 飞行斋能够达到如今的地位 全靠叶珍长老一人支撑啊 鹿州这一掌没有下压下去 继续问道 既然孟长东是他眼中钉肉中刺 叶珍为何不除掉他 这 我哪里知道叶长老心中所想 叶长老做事 一向令人难以琢磨 一问三不知 留你何用 五指下压 掌印迸发而出 男子瞳孔一缩 浑身一僵 本能试图反抗 爆发浑身的元气 翻着蓝光的掌印 压住了男子整个身体 嵌入地面中 七杀一名目标获得一千五百顶功德 地界加成一千点 男子临时自爆威力 将附近的树木尽数折断 泥土飞扬 沉沙漫天 方圆百米范围内 形成了一个椭圆形的平地区域 沉沙散去的时候 蓝光包裹着的陆周 缓缓转过身 蓝光消散 陆周若无其事般 脚尖轻点 踏空离去 丛林中安静极了 此刻的叶珍 额头上布满虚寒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息 她的内伤渐渐平复 恢复成了那目光平静 面带微笑 优雅从容的儒生 叶珍和陆周一样 都在猜测 对方到底是何方神圣 尽管叶珍表现得极其平静 但被陆周锁走一命之后 让她心中憋着一股怒火 她缓缓抬起手掌 掌心中露出一座 诡异的红脸法身无恙 泛着红光似的龙头 向上抬起 一颗接着一颗的头颅 冒了出来 直至第五颗头颅伸出的时候 法身不再变化 在这微型法身的最左侧 只剩下断裂的脖子 头颅已消失不见 还有三颗头颅 搭了往下 没有红光 没有生机 第892章 九应九命 连结于一身 如今九头法身只剩下八头 不管你是何方神圣 锁我一命 这个仇 我夜真记下了 她眼神微变 那法身成了人形的模样 与以前相比 法身暗淡了许多 九夜有一夜断裂开来 五指一握 法身消失 夜真虚影一闪 朝着中指风飞去 她故意绕开自己的葬身之处 返回了中指风五重别院 刀场四周没有人 夜真面色如常 再次将身上的灰尘震飞 可能是觉得自己的形象不太对 又理了理长发 这才挥动衣袖 刀场的幕门拉开 师父 您终于回来了 江小生连忙跑出来 扶地道 徒儿将那些擅长 刀场的弟子全部驱离 一直在静候您归来 夜真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取一件长袍 是 入了道场 夜真看了一眼 那被撞破的如字墙壁 眉头微皱 夜小生拿来长袍时 夜真没有回头 而是伸展双臂 口吻清冷 穿上 是 这世上没有人比江小生 还了解师父的脾气 他一丝不苟地 将夜真的长袍穿好 甚至连一个褶皱的地方 都不敢留下 来到身前李顺衣袖的时候 因为太过紧张 用力大了一点 导致 左手拉多了一截 盖在了左手 夜真右手抬起挥了过去 啪了一下 打在了江小生脸颊上 徒儿知错 徒儿知错 江小生连连道歉 将衣服拉得匀衬了下 如袍垂落 夜真和以前的夜真 别无二致 就算是亲眼目睹了 夜真抵抗路中的惊天一掌 如今再看夜真 也不敢相信他出去狂 小生 将道场收拾一下 恢复原状 是 徒儿这就去做 今天接连挨了两巴掌 令江小生紧张不已 小生 师父请吩咐 为师打你 是让你长记性 但你要记住 这天底下 只有为师可以打你 孟长东打了你 为师自会替你出气 取他性命 徒儿多谢师父 孟长东不识好歹 敢对师父出手 师父 您为什么不早除掉他 为师留着他自有用处 只是没想到 他会背叛飞行斋 背叛 通知所有的弟子 孟长东背叛飞行斋 同时通知天舞院 朝廷 修行界各门各派 谁人拿下孟长东 本长老重重有少 活要见人 死要见识 徒儿这就去办 夜幕降临 月明星熙 路周飞回了千柳山 这一路上他都在抱怨 这俩坐骑到底在干什么呀 这么慢 是不是淹死在无尽之海了 好在他修为高深 飞行的速度可以 还算能接受 只不过在和夜针交手后 非凡之力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不到 落入别院中 路周施展听力神通 四周静悄悄的 空无一人 还真是我的好徒儿啊 没有一个惦记我安慰的 一成白眼狼 入了房间 路周没有立刻休息 而是点亮烛光 将记忆水晶拿了出来 拿到记忆水晶时 路周都在竭力保护水晶 使之免遭破损 他将水晶放在灯光下 桌子上 光线穿过了下半颗水晶 诚如夜针所言 这半颗记忆水晶 边边角角出现了破损 但愿没有破坏到关键记忆啊 路周没有着急解开记忆 趁着夜色推开木窗 夜风袭雷 他心情好了很多 今天的事 我一直感觉很奇怪 那夜针到底是何许人也 万丈佗山上的樱花四季绽放 应该是道文的力量在起作用 道场的格局和儒字的悬挂 都让夜针看起来有些非比寻常 路周并不后悔使用知名遗迹 在当时的情况来看 夜针明显还有很多后手 给他干净利索的击杀最为合理 只不过路周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大前世界无奇不有 先前有皇帝刘歌成不死之身 又有假皇帝刘英成无奇之族 还有大途女余正海 以夜针这样心机之人 又岂会没有保命手段 这么想这张卡续也亏啊 明天确认一下再做打算 现在想这些还为时过早 夜风将路周的思绪拉了回来 他将窗户关上返回桌边 伸出苍老的大手 往水晶石上轻轻一放 熟悉的供震声响起 路周只觉得脑海中一片模糊 整个人仿佛进入了白色世界中 这一幕和上半颗水晶一样 他向前移动 没多久便来到了那面墙之前 二十六个拼音字母切开一半 乱七八糟地排在眼前 路周感慨一声 或许这世上 也只有我自己能够解开这水晶的秘密 几天到封印的记忆中到底还有什么 为什么要封印这些 答案也许马上会揭晓 路周尝试触碰那些符号 尽管他认识这些拼音字母 但有些碎片被切割得太过微小 使得他尝试了好几次才成功 好在轻车熟路有经验 海上声明月 天涯共此时 那面挡住他的墙壁 消散于天际 第一大段 积天到脑海中断断续续的记忆片段 每端的记忆时间跨度不一 系统直视的位置不会有错 可是这里的一切都太危险了 我得想办法尽快离开这里 我的修位实在太低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宁可不来这地方 实在太坑了 我终于拿到了十颗丹药 迅速离开 也许是我眼花了 有黑脸从上面坠落 有磨产的吗 应该是长久疲惫所导致的眼花 积天到迅速离开了危险区域 耳边传来强烈的能量共振声 碰撞声 四周处处隐藏着可怕的凶手 一路拼尽全力 度过了重重危险 和巨大无比的凶手追击 活着的感觉非常好 继续逃离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返回大眼 时间跨度很长的飞行 疲倦 折磨 风餐露宿 一幕幕画面回归脑海 遇到了一个极其聪明的丫头 她叫洛轩 她很有礼貌 对山川地貌非常了解 精通音律 通小兽语 一路上 洛轩问了很多问题 出于警惕 我没有说太多 她却告诉了我 我远离的地方 可能叫太虚 我不以为然 洛轩又告诉我 她迷路了 找不到路 让我带她返回大眼 我没有答应 非常健身 但她一直跟着我 返回大眼变得异常困难 修为不够的弱点充分暴露 洛轩展现了她通小兽语的天赋 还有十灵十不灵的高深修为 避开了很多凶兽和危险 洛轩询问 我从太虚中获得了什么 我没告诉她 洛轩的好奇心和探索心超乎寻常 为了让她心服口服 我给她出了很多 这个世界无法想象的难题 她彻底陷入进去 一提都没有解开 第三大段 我整理了下 从未知之地获取的东西 有几本普通的修行功法 使客丹药 洛轩看到了 表示很好奇 想要看一看 但她似乎并不认识丹药 反而对功法很好奇 为表示她对我的帮助 我将那几本普通的修行功法 送给了她 洛轩很高兴 要返回大眼 还需要穿过 无尽的丛林地带 修为的低下 让积天道不得不处处小心 这拖慢了她的行进速度 洛轩感叹功法的神奇 我生平第一次看到 红莲发神 这深深震撼了我 让我回想起 未知之地的见闻 洛轩每天都在研究 那些超乎想象的难题 她真的是一个天才 很多概念 经过我的讲述 她便能很快领悟 但那些难题 依旧让她一筹莫展 我告诉她 这些难题 不过是冰山一角 洛轩有一天 想要拜我为师 被我拒绝 我告诉她 人的一生 都有理想和追求 她喜欢探索 而我教不了 但洛轩 依旧时不时汉我老师 第四大段 某天早上醒来 几天到发现 洛轩已经消失不见 并留下了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 对不起 我拿走了一颗 太虚种子用来研究 我会继续探寻 世界的秘密 这一路上 你教会了我很多 正如你说的那样 学无止境 等我搞清楚这一切 会再来找你 我答应你 绝不透露 关于你的信息 再见时 希望您能收我为徒 几天到再次整理包裹 遗失了一枚丹药 其他的东西都还在 几天到对太虚种子的称呼 产生了疑问 王我教他这么多东西 偷走了我的丹药 这是能极大改进 修行体制的丹药 今后得谨慎谨慎 再谨慎 不能让人知道 他的存在 第五大段 积天到终于回到了大眼 皇帝刘歌已经让一族 臣服天下太平 百年时间过去 积天到终于达到 修为上的巅峰 元神捷径 八夜修为 收土 积天到决定以摩天阁 为根基 收土授业 积天到收了一些徒弟 一些徒弟的来历背景 要隐藏 记忆模糊而扭曲 第六大段 九夜计划功亏一亏 继续封印水晶 洛转知晓 我去过未知之地 那么连这些记忆 一起封印 封印前的画面 回归到脑海中 熟悉的摩天阁 梁亭 屏障 陆周眼睛张开 一切回归到了现实当中 安静的房间 窗户外的夜景 皎洁的月光 这种感觉 像是午后沉睡了一觉 醒来时有种物是人非之感 千柳观的陌生 以及夜色 更让这种感觉变得沉重 短暂地回过时后 陆周渐渐平复 一切恢复如初 抬起手 那半颗水晶化为积坟 找到剩余记忆水晶 奖励五千点功德 陆周复首叹息 回味脑海中 补充的这段记忆 充满疑惑 未知之地 改变体质的丹药 骆轩 积天道的记忆 虽然回来了不少 但记忆也带来了很多困惑 如今再看这段记忆 积天道能成为 大炎天下第一魔头 并非没有缘由 同时记忆中 透露出了一个 更被令人惊讶的信息 黑脸 积天道对此很惊讶 那时的他 对魔禅了解不多 魔禅也好 佛缠一把 修出来的也应该是 墨色精神 而非法身 连坐也的确是黑色 怎么这么巧 出现在未知之地 思来想去 没能想清楚 这同样也是 积天道 没有想清楚的事情 罢了 老是提升修为 一切的真相 终究会出现在眼前 陆周返回 盘腿而坐 正要进入 参悟天书的状态 别愿外传来了脚步声 何人 夏长秋 何事 我惯陆前辈 别愿有烛光照亮 便过来了 九重殿 司空北辰 今日飞书 司空北辰 本是打算 驾临千柳冠 恰巧陆前辈 不在 我便私自回书 让他改日再来 呃 您看 是否要拒绝 让他明日过来 是 陆前辈 您早些休息 夏长秋转身离开 陆周看了下系统面板 功德点 两万五千九百四十 剩余寿命 二十一万九千四百五十五天 道具 致命一击一张 致命格挡 一百三十八张 被动 牢笼束缚五张 白泽 赶往红莲中 闭暗 吉亮 赶往红莲中 穷奇 伪装卡一张 太须金剑 翼龙卡三张 闪耀之石三张 雷钢卡一张 无懈可击一张 武器 贵名 欲浮沉 判官笔 九贤情 四方击 如果不是追击上来的五名原神修行者 这次前往飞行斋的确能血溃 好在记忆水晶已经拿回 也许叶真故意隐藏了修为 越是觉得顺利 就越觉得有问题啊 第八百九十四章 陆舟单掌一翻 太须金剑出现在手中 此物可见苍生 今后若遇到同样的情况 得拿出来照照 他又取出了一颗闪耀之石 随手一抛 闪耀之石绽放火光 再将太须金剑丢出 烈火灼烧太须金剑 滋滋作响 陆舟这才进入参无天书的状态 天蒙蒙亮 一座来自九重殿的飞碾缓缓飞来 飞碾上 摇清泉指着千柳山的方向说 殿主 那是什么 司空北辰就在念中 抬起眼眸看了一眼前方天气 千柳冠 一道光柱照亮天空 赵江和说 应该是某种武器 只不过 我很纳闷啊 这平白无故使用武器做事 浪费元气啊 两位手作一左一右 站在舵盘旁 司空北辰轻壳了下 白手套 许是陆前辈的宝贝 一会儿到了边镇 是 昨天夜里 九重殿便接到了下长丘的飞树 按照司空北辰的脾性 岂会推迟 一大早便令人驾驭飞碾 急飞而来 甚至不惜动用两大手作 同时催动飞碾 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千柳冠 千柳冠别院中 陆周所在的房间内 哐的一声响 太虚金剑落在了地上 他睁开了眼睛 看了一眼地面上的太虚金剑 随手一挥 太虚金剑飞入掌心 调动元气 太虚金剑的四周果然出现了一道光滑 这意味着太虚金剑成功晋升为荒级 获得荒级太虚金剑 奖励一千功的值 陆周满意点头 将太虚金剑收起 这东西升级以后 有什么效果 是不是连骨头都能罩出来 陆前辈 司空殿主 求见 夏长秋再次出现在别院外 知道了 陆周离开了别院 来到外面时 看到小渊儿在别院上来回飞 便招呼道 下来 哦 小渊儿老老实实落在师父面前 还以为要挨训 但没想到 陆周却掏出太虚金剑 对着他照了过去 金光如太阳的光辉 照在了小渊儿的身上 一座七叶金莲法身 出现在陆周身前 没区别啊 陆周收起太虚金剑 若是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亏大了 升级前 升级后 照出来结果一样 真那么坑哎 师父 托儿已经很努力了 没谈我 小渊儿念叨了一句 好好修炼 不可胡乱飞行 这里毕竟是千柳冠 不是摩天阁 哦 托儿知道了 陆周朝着一旁 目光呆滞的夏长秋 挥动衣袖道 带路 哦 哦 陆前辈 请随我来 这么小的徒弟 有求如此严格 修为高深 那些没楼面的徒弟 岂不是 更逆天 夏长秋突然觉得 抱大腿这个决定 对齐了 不多时 两人来到了中正殿 司空北辰 姚清泉和赵江河三人 见陆周副手而来 同时见礼 陆兄 见过陆前辈 司空北辰脸色不太好看 没等陆周回应 便后退了下 坐了下去 实在抱歉 绝非有意冒犯陆秀 无妨 你受伤了 你不小心 找了叶真的到 叶真伤得了你 司空北辰便将 陈天都和叶真 一同前往九重殿的事 以及这个事的来龙去脉 说了一遍 提及二人 以剑道碰撞的时候 陆周抚须点了下头 万物为剑 控制入微 天地为本真 你在剑道的造诣 已经算是合格了 夏长秋填不记点了点头 殿外后置的几位长老 则是一脸懵逼 他们没有亲眼看到过 只听司空北辰要来 便纷纷赶来 想要一睹这局势高手的风采 考虑到身份地位 又不敢入殿 便在殿外恭敬等候 普天之下 能有这副态度评价 司空北辰剑道的 恐怕只有陆前辈了 叶真不过是九夜修为 就算你与陈天都切磋剑道 他也应该伤不了你才对 你这般修为 竟会招了他的刀 司空北辰的老脸上 浮现出复杂之色 起初我也这么认为 叶真不过是区区九印 我岂会将他放在眼里 我将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这陈天都的身上 叶真纵然掌握夜火 我九重殿有五位手座 可以震慑他 但没想到 回想起当日切磋的一幕 司空北辰眼中 有些不太敢相信 他绝对不是一般的九夜 我将陈天都逼退时 叶真没有忍住 偷袭出手 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轻松化解了 我的万物为鉴 又用夜火进攻 即便他掌握夜火 又如何伤得了你十夜 他出手时 让我产生了一种错觉 恍如多个九夜汇聚一体 同时出场 我一时大意中了夜火 多个九夜 如今世人都认为 是我九重殿杀了陈北征 朝廷势必会将这笔账 算在我的头上 九重殿与千柳冠纯蒙齿汗 还望陆兄出手相助 他这一拱手 身旁两位首作 姚清泉和赵江河同时攻身 望陆前辈出手相助 陈吟片刻 陆周看向司空北辰 问了一个特别的问题 在你看来 大唐有多少十夜 司空北辰不问缘由 低头思索了一会儿说 天舞院院长 于陈叔 飞行斋斋主 陈天都 云山十二宗宗主 聂清云 千任寺住持 建真 至于宫中 据说有三位 陈北征死后 应该只有两位了 总共六人 陆周抚须思索 心想 这得需要六张卡 才算稳妥呀 这些年 我一直闭关 两千年了 修行界 一直波涛汹涌 或许有新的 十夜强者诞生 作为杀手姐 也未可知啊 第八百九十五章 这是 平安殿首座 姚清全宫受到 殿主提到的这六位 只有天舞院院长 于陈叔 掌握了夜货 另外 天舞院这些年 吸纳了不少人才 大力培养九夜 最有可能 有新的十夜出现 三百多年前 天舞院便出过 一个疯子 名叫洛轩 在极短的时间内 达到了十夜 只不过 十灵十不灵 后来被天舞院血藏 至今下落不明 提到洛轩 陆州刚回归的记忆 起了呼应 洛轩应该是得到了 太虚种子 晋升为十夜 有多少九夜 这次回答的 不是司空北辰 而是姚清全 天下宗门较多 真正大宗门 也不过十多座 每座宗门或多或少 都有一到两名酒夜 少数宗门酒夜多一些 具体多少不好说 没有酒夜 那也成不了大宗门 那你九重殿 可谓一只独秀 竟落得如今的下场 这话说得 司空北辰和两位守座 尴尬不已 仔细一算的话 对于整个大唐 众多的人类而言 只出了这么点酒夜 的确少得可怜 连十夜也只有五人 司空北辰剧烈咳嗽 竟然是咳出了一口血 店主 店主 死不了 别动 陆州取出太虚金剑 元气掉头 一抹金光照耀下来 在司空北辰的身后 出现了一座 微型红莲法身 十片连夜 熠熠生辉 惊见照耀时 司空北辰身上的夜火 也冒了起来 在夜火之上 竟还有一丝印起 夜火葬印 卑鄙小人 没想到夜真竟然 如此奸诈阴险 司空北辰微微皱眉 难怪 这段世界 无论我如何挑戏 都无法驱出夜火 陆州收起金剑 看来金剑升级以后 不只能鉴别法身修为 还能看到一些隐藏手段 利用宝贝可以产生各种光芒 众人对金剑的金光 没有产生排斥感 刚才千柳冠 直冲天际的金光 便是陆前辈的这宝物 幸亏你修为足够深厚 否则一般人承受不了 这夜火的灼烧 陆前辈 今后若是见了夜真 务必小心 陆周抚须点头 他忽然想起一个问题 那金莲和红莲到底谁强谁弱呢 从目前纸面实力来看 红莲总体强很多 这里的酒夜 相当于金莲界的八业 但金莲已无限制 追上来也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同等修为 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哪种莲更强 天书却给了我蓝莲 小小一伙 老夫还不放在眼里 这时陆周再次缓缓抬起手掌 掌心出现一朵蓝莲 蓝莲 红莲界可没有金莲界那么单纯 这里的修行者对天外天 有很明确的认知 故而出现蓝莲的时候 众人皆是一惊 司空北辰意识老脸错愕 心中惊奇 我曾亲眼看到过陆周 施展红莲神法 和二十丈的红掌 怎么现在施展的是蓝莲 表情分层间蓝莲落下 蓝莲的生机和能量落在了她的身上 转瞬间吸收殆尽 司空北辰感觉到身体内的红莲夜火 竟被蓝莲轻而易举地熄灭 灼烧感像是被一股清凉的水流吞没 宛如天敌克星 几个呼吸之后 她感觉到体内的红莲夜火和印记 都被那清凉的力量驱散了 众人的目光也都聚焦在她的身上 陆周再次取出太虚金剑 调动元气 太虚金剑嗡嗡作响 太虚金剑再次折射出一道金光 如同聚合的太阳光辉 落在了司空北辰的身上 没人感到奇怪 刚才施展过一次 大家便知道了这金莲的效果 于是纷纷看了过去 石叶红莲法身出现 但是在司空北辰奇经八脉中的 烟火和印记果真消失了 陆前辈的手段 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啊 陆秀 多的话不说了 今后若有能用得着我九重垫的地方 尽管开口 老夫向来欣赏实时务之人 叶真极其狡猾 千柳冠阵法薄弱 陆兄务必小心啊 陆珠很想说 叶真已经被我击杀了 但是他没有说出口 果不其然 店外一名长老迅速走了进来 朝众人攻身 飞行斋叶真 昭告天下 孟长东叛离飞行斋 谁若能击拿孟长东 叶真便赠一件天界武器 那名长老双手捧着白纸黑字 这是飞行斋的通报 叶真还活着 陆前辈 叶真一直都好好的呀 你干嘛这么问啊 早上叶真还在万丈坨山上 向弟子展示夜火 估计又要有很多人加入飞行斋了 还好刚才没拿这个出来吹努力啊 否则多尴尬呀 这个叶真果然狡猾 他到底通过什么手段活下来的 得找机会用金剑罩着 看看他到底是何妨妖孽 夏长秋说 把孟长东带上来 是 不多时 孟长东被两名弟子带上大殿 司空北辰和两大手作一眼认了出来 孟长东 孟长东抬头看了一眼在场的人 当他看到司空北辰的时候 并没有感到意外 千柳冠和九重殿联手在情理之中 孟长东看完后顿时怒了起来 将通报撕碎骂道 阴鬼小人 叶真 孟长东 你已无处可去 出去便是死 你的命也就是一把天阶武器 老夫倒是可以给你一个去处 千柳冠正值用人之计 你若想活命 加入千柳冠 是唯一选择 孟长东瞪大了眼睛 犹豫了起来 姚清泉附和道 陆前辈说得对 你无处可去 别想着隐退 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 以叶真的本事 找到你不难 还有 通报都昭告天下的 你还想要好名声 倒不如把事情坐实 不能百被冤枉 孟长东 你说呢 一语中地 这时 陆周抬手一挥 解开了他的修为 孟长东疑惑不解 老夫答应过你 放你一条生路 你现在可以走了 第八百九十六章 问题是 去哪儿啊 回飞行寨 必定被八匹抽股 去别的地方 都是悬赏的对象 命时还在飞行寨 除非自杀 想起在飞行寨的过往 无比的憋屈 不知过了多久 孟长东宫深道 陆前辈 我有个请求 讲 千柳冠地势狭小 青黄不尽 弟子不多 难成大事 实话 往往都很扎心 姚清泉连忙道 那你可以加入我九重殿 这可是酒夜啊 哪怕是醉菜的酒夜 那也是人人拉拢的对象 不 我想 孝立陆前辈 孟长东宫深说 众人一愣 姚清泉顿时死了心 轻叹一声 陆周思寸片刻 点头道 兵贵精 不贵多 老夫坐下 长老之职已满 念你酒夜 入阁赐你护法之位 你若愿意 便留下 若不愿意 便离开 一个酒夜 连长老都混不上 陆前辈的宗门 到底有多强大 这么一笔 这千柳冠 简直 难登大雅之堂 愿笑全马之老 收复一名部侠 奖励一千点功德 祝 收复八业及八业以下 不再有奖励 恭喜孟护法 恭喜陆前辈 众人拱手 孟长东轻叹一声 虽说降了地位 降了职位 连宗门也小了很多 但好歹 保住了命啊 你对飞行斋 很了解 依你之见 当前的局势 应如何应对 但飞行斋 叶珍 极其难对付 叶珍心机极重 手段颇多 即便是斋主 陈天都 也奈何不了他 背后还有天舞院 等诸多势力 单凭千柳冠和九重殿 绝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倒是有一个 好的提议 假 天舞院 早期调查过金连界 那边最大的势力 名为摩天阁 摩天阁阁主 本是人人得而诛之的 大魔头 但后来数次力挽狂澜 旷扶天下黎民 夏官主 天长老 你们为何用这种眼神 看着我 夏长秋白收到 没 没什么 我好像听过摩天阁 一时想不起来了 你继续 据我所知 天舞院已经研究出空年 我们可以派人过去 与金连界摩天阁 取得合作 你是红连界之人 不怕引狼入室 天舞院的消息说明 金连界 有九叶大县 他们的整体实力不强 要想侵吞整个红连 不太现实 但这摩天阁 绝对不容小觑 雪阳寺的九叶红连夜火 极有可能 死在这大魔头手中 就在这时 夏长秋突然倒 我想起来了 众人吓了一跳 一脸嫌弃地看着他 这一惊一乍的 你想起什么 摩天阁的主人 好像就是陆前辈 中正殿里 一片安静 陆周脸色如常 不承认也不否认 而是起身道 你们自行商议 老夫累了 他得回去积累 天书非凡之力 出谋划策 不是他所擅长 陆周副手离开 夏长秋连忙 将季风行叫了过来 问道 风行 陆前辈 当时要收你入门 是要入哪个门啊 好像叫什么摩天阁 孟长东一阵无语 尴尬了 跟在一边的呜呜嘟囔道 就是摩天阁呀 月儿姐姐经常跟我提摩天阁 众人来了兴致 即便是十夜的司空北辰 也是好奇心大气 还说了什么 他说 他有八个师兄师姐 一个师妹 随便拉出来一个 都能打烂你们的头 这么厉害的嘛 看着众人一脸懵逼的样子 呜呜气声声道 神家说的都是实话 孟长东看向呜呜 会不会搞错了 摩天阁在接连接名声极大 有很多人冒充 夏长秋无语道 你是在说 陆前辈冒充摩天阁 不不不 孟长东恍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 连连摆手 以陆周当前的实力和修为 坐下两大酒夜高手 何须冒充他人 季风行解释道 这还不明显啊 这叫低调 这里是红连 金连的人来了 不被全欧就不错了 这话说出来的时候 众人却是几倍发凉 因为在场之人 都是红连修行者 现在却要和金连界的 大魔头合作 这不是与虎谋皮吗 没人知道这个选择对不对 在生死存亡面前 只能咬着牙 一步步前行 司空北辰淡然开口 我曾亲眼目睹 陆兄的红连法身 这你如何解释 季风行愣住 不知道怎么回答 下场秋小声地回应道 刚才 陆前辈 我还放了蓝脸 众人陷入沉思 我觉得大家也没必要多想 陆前辈若真是 十恶不赦之人 岂会瞧得上我这千流冠 下场秋爽朗微笑 见众人都在看着他 不由心头一热 敞开了嗓子 说实话 我知道很多人 瞧不起我 瞧不起千流冠 我下场秋是没本事 修为不高 但只要能让千流冠存活下去 让我干什么都行 人活一世 得明白自己 想要什么 细节见真知 我记得陆前辈初次驾临千流冠时 季风行舍命保护于上龙 也就是陆前辈的二徒弟啊 陆前辈看中季风行 要收他入魔天阁 各位 我这人愚钝 季风行这样的天赋和根骨 凭什么 收他入门啊 凭什么 大殿里一片安静 即便这名震天下的十业高手 司空北辰 一时在微微点头 目光垂落在地 不知道在思考着什么 孟长东回想起陆周说的话 不免有些尴尬 如此人物 若真是十恶不赦 毫无人格魅力 又如何让坐下高手 甘心卖命 如今的局势已明 想必各位心中 已经有了书 既决定了方向 那便不要犹豫 这世上 可没有后悔啊 若不是把陆前辈嫌弃 我宁可拆了前流冠 全体加入摩天阁 除了陆前辈 你我 别无选择 夏长秋所言 自然也是九重殿心中所想 众人跟着点了点头 孟长东突然想起什么 看向季风行 那两位酒业 是陆前辈的徒弟 摩天阁大徒弟于丈海 手握荒急碧玉刀 刚入酒宴 擅长刀法 刀势如大海 破掏汹涌 据月二姑娘说 她手下十多万较重 踏平四海九州 姚清泉一脸尴尬 回头拱手 店主 正是此人 中创了孔禄 孔禄 孔禄好歹是九重殿长老 于正海出林红帘时 二人不知阴河 起了争执 打了一架 不过孔禄已经被司空北辰 仗毙而死 无从提起 这恰恰验证了 于正海的实力 摩天阁二徒弟于上荣 手持天杰长征剑 九雁 擅长剑法 剑势如雨 怜绵不绝 听说 没有他杀不了的人 司空北辰和姚清泉 都亲眼目睹过于上荣的剑道 他的剑道 的确堪称一绝 有司空北辰称赞 谁敢不服 孟长东咽了些口水说 难怪围剿千六怪事 这二人的修为如此可怕 云山十二宗高手谢玄 丝毫不是对手 赵江何说 修行一大 打者为先 为表敬意 今后 当以先生称呼 楚司空前辈 其他人 理应如此 正是差距 认清身份 是不是 众人点头赞同 司空北辰感觉到 气色好了很多 虽然没了夜火折磨 但也需要回去休养 于是起身道 万青替我谢过陆修 告辞 恭送 司空前辈 恭送司空前辈 众人拱手 姚清泉和赵江何 跟着离开了中正殿 三人驾驭 非免离开 万丈陀山 终止封 道场里 经过两天的休息 道场恢复如初 在距离万丈陀山 以南二十里的天空 大约三十名 轻衣修行者 继续飞行 掠过参天树木 朝着万丈陀山飞去 道场中安静祥和 叶珍两手向上 放置在腿上 闭目休醒 墙上的如字 时不时泛着红光 随着他的呼吸频率 而颤抖 一个接着一个的 字印漂浮而出 围绕旋转 这时 江小生来到道场外 伏地道 师父 云山十二宗 聂池求见 叶珍缓缓睁开眼睛 面色淡然 请他们上来 是 他重新闭上了眼睛 那三十名轻衣修行者 共同飞上了万丈陀山 进入中止峰道场 江小生拉开道场的门说 驾驶有请 三十名修行者 依次进入 他们看到叶珍 端坐在如字之前 闭目修行 心生愤怒 叶珍 都这个份上了 你还能定下心来修行 立于最前方的聂池说 叶珍没有睁眼 而是极其淡然 乌氧浩然之气 气有心生 心有性定 若无法定心 何以养气 一名轻衣修行者说 跟你说不来话 还是请陈宅主 出来一见 叶珍缓缓睁开了眼睛 终止氧气 抬起双手 略为作一 微笑道 摘主身体不适 不方便见客 飞行斋内外 无论事物大小 皆由我代劳 你代劳不了 十二宗长老谢寻的死 跟你脱不了干系 你怎么代劳 轻衣修行者说 天有不色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谢玄长老的死 我深表遗憾 这件事 我自会给云山十二宗 一个好的交代 聂驰比其他青衣弟子 要冷静得多 也真 谢长老是我云山十二宗 难得的人才 北行斩孟长东 临阵倒戈 谋害谢玄 才让一族人得逞 你打算如何交代 叶真露出微笑 愿有头债有主 诸位是来解决问题的 而非创造问题 如果愤怒可以让诸位 安静下来 请便 他闭上了眼睛 双手摊在腿上 一个又一个字符 从指尖飞出 围绕叶真旋转 原本就是带着火气的 轻衣修行者 见到叶真这般态度 顿时火冒三丈 道场中空无一物 什么都没有 一名年轻的轻衣修行者 实在是怒不可遏 一脚踩向地板 那木制地板 又怎么可能 惊得住修行者的 雷霆一脚呢 轻易被踩穿 叶真 若说交代 就应该从你开始 不要以为 杀了一只会飞的火鸡 便可以目空一切 你还差得远呢 云山十二宗 来到这里的目的 很明确 为谢玄讨个说法 叶真不动如山 自印悬浮在叶真身上 淡淡的元气不断运转 他在修行 当着这么多外人的面修行 聂驰微微醋眉 叶真 你到底想干什么 叶真睁开眼睛 目光落在了那名 年轻轻衣修行者 踩踏的脚印上 微微抬头 清澈的眼神之中 令人丝毫看不出 他在想什么 我的交代很简单 陪谢玄 一起上路吧 刷地下 道场前后的木门 瞬间关上 四面的山水画 宛如汪洋 配合叶真身上的字印 绽放出红线 叶真 耳赶 三十名轻衣修行者 煞时间祭出各自的法身 三人八页 七人七页 十人六页 剩下近是五页以下 清一色 圆神高手 书名修行者 朝着叶真扑了过去 也有修行者 轰向四周的山水画 叶真目光清淡如水 双臂一盏 绝天真的效果 体现得淋漓尽致 数十道掌印 落在叶真身上 就像是打在了水中 毫无作用 两边修行者 想要破开道场 却发现 他们的力量 像是棉花糖一样 没有作用 每个人的法身 都被禁锢在了道场中 道场外 却是一片安静 像是什么事 都没发生似的 聂池眉头紧锁 双掌一合 施展所有力量 杀了叶真 是 是 他们全部蜂拥而上 这时 叶真祭出了法身 第898章 那法身出现时 聂池和一众轻衣修行者 顿时瞪大了眼睛 浑身颤抖 这是 那是一座 长着九个脖子的法身 如蛇如红龙 张牙舞爪 狂魔乱舞 九鹰 聂池凌空后翻 目光之中尽是惊骇之色 那法身九头蛇身 其中五颗巨大的头颅 张开血盆大口 朝着重修行者 吞噬而来 道场中的微型法身 就像是红色的美味 悉数进入九鹰的口中 惨叫声 此起彼此 在决天阵中 云山十二宗 三十名元神高手的法身 都被削弱成了孩童 一个个都变成了世间美味 聂池蒙了 对于九鹰这样的庞然大物而言 吃三十个包子 难吗 抬手间的难度罢了 决天阵不同于一般的阵 除了能有此消彼长的功效 那便是隔绝声音视线等 叶珍向来不惜他人靠近道场 这些年来 也仅仅只收了一名关门弟子 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江小生十分了解师父的脾性 他也不负所望 在叶珍近乎苛刻的要求下 做好了每一件事 尽管如此 时常还是会遭到师父的惩罚 他在道场外守着 听不到道场内的声音 万丈驼善的弟子们 都知晓终止封五重别院的规矩 故而也不会有人在这时候来临 江小生要防着的是 那些不识抬举 胡乱擅闯之人 道场中 混乱过后渐渐安静 聂池的一双眼珠子 几乎凸了出来 惊恐地看着那张牙舞爪的 法身九鹰 他跪了下去 浑身瑟瑟发抖 你是一族人 叶珍始终风轻云淡 盘腿坐在儒字符前 目光掠过道场之内 其他人已经尽数身亡 他轻叹一声说 很遗憾 你们选择了错的方向 九鹰最中间的那颗巨大头颅 朝着镊齿吞了过去 叶珍拂袖而过 九鹰渐渐往回缩 缩到了身前一尺 目光垂落 注视着九鹰的五颗头颅 虽然不如九夜肥美 但三十元神 勉强够了 再次拂袖 身上的一圈字符刚印 落入九鹰法身之上 其中搭了的一颗头颅 渐渐抬了起来 红色光滑萦绕那颗头颅 共计六颗头颅抬起 九鹰法身徐徐旋转 再次变成人形法身 坐下红帘 九片叶子尽数明亮 原本折断的那片叶子 也再次挺拔了起来 还差三颗 叶珍五指病了 法身消失 露出颇为可惜的神色 孟长东啊孟长东 或许我还是太过仁慈了一些 与此同时 金连界却处处遭受着凶兽的滋扰 一周便是如此 一站中 自大言人类修行者 揭开冲击九夜的序幕 凶兽的滋扰越来越凶狠 天宗宗主南宫卫 入了九夜以后四处支援 摩天阁四先生 携荒极武器 致生死于不顾 将凶兽引走 真是令人敬佩啊 一名修行者 立于驿站中高谈阔论 撑过这段最难的时间就好了 待九夜百花齐放 将这帮可恶的凶兽 全部撵走 说得对 摩天阁已派了六先生 坐镇一周 这一关 大言必能度过 驿站外 有人传来惊呼声 凶兽又来了 一站中的修行者 尽数飞了起来 朝着城墙的方向 刷刷刷飞去 与此同时 在一周主城的最前方 一身素白 不染人间烟火 一路绝尘 落在了城头上 看着前方漫天飞舞的凶兽 他已经在这里坐镇数日 自凶兽滋扰人类城池 死无雅便出动了一系列的措施 比如 九夜移动式支援 将九夜的战力最大化 八夜坐镇城池 守护屏障 不与巨兽争斗 效果出奇 叶天心看着天空中的飞禽 身后跟着飞来众多修行者 拜见柳先生 免礼 柳先生 好像是巨兽 别担心 按照计划 我们只需要拖住他 不要损害屏障即可 等待九夜来救援 叶天心看向天际 在远处 的确有一只明显区别于其他的飞禽 拍打着巨大的翅膀飞来 话落 漫天的飞禽 不断拍打而来 扑向屏障 杀 众多守城修行者飞起 击杀凶兽 这些小型凶兽不足为惧 自从凶兽 可以孕育生命之心的消息传遍天下 修行者们击杀凶兽的热情空前高涨 哪怕是小的生命之心 也异常珍贵 这是 一只翅膀长数十米的飞禽 朝着人类城池扑来 叶天心看得奇怪 一周 有九夜出现 巨兽的进攻远不是其他修行者 所能抵抗的 纷纷往后退让 天幕荡漾出涟漪 圣玉 通体泛红 如同山鸡 发出的声音 如同鹿在鸣叫 令人不寒而泪 都守在屏障内 我来 叶天心纵身一跃 如同一道白红 手中多情缓 泛出海浪般的涟漪 碧海潮声绝 海浪般的能量 撞击在圣玉身上 圣玉惨叫一声 身上剥落树根羽毛 不愧是摩天阁的六先生 八夜能有这样的威力 难以置信 在世人看来 摩天阁的八夜 总是比别的八夜强很多 叶天心收回多情欢 看向尖嘴的圣玉 圣玉吃痛以后 向上爬升高度 回身俯冲 六先生快躲 纵然他是八夜 但依旧很难战胜巨兽 叶天心纵身后飞 海浪向上 多情缓在海浪上飞旋 声誉突然停止 发出刺耳的尖叫 声音如红 响彻整个人类城市 不少修行者心神难以支撑 向下落去 附近的一些修为低下的修行者 耳朵里竟流出了鲜血 后退 有人察觉到了这一点 连忙向后飞 叶天心看了一眼 便明白了怎么回事 抬头道 我来拖住他 你们杀小凶兽 是 是 叶天心一高人胆大 朝着屏障外飞去 也许是刚才激通了圣玉 使得他一眼盯上了叶天心 圣玉疯狂拍打翅膀 朝着叶天心飞去 尖锐的嘴巴和爪子 泛着红光 又是一声鸣叫 令四周的修行者 头皮发麻 气血翻涌 叶天心飞出了城外 有人高声道 快叫人来帮忙 柳先生撑不了太久 九夜城飞年过来 最短也需要半个时辰 想办法拖住 一周城中 凡是元神的修行者 低空掠来 在对待凶兽上 人类的行动空前一致 不多时 便有上百名修行者 掠到城墙上 神庭以下的修行者 则对付那些小型凶兽 元神修行者 形成巨大的方阵 朝着巨兽圣玉飞去 刘先生 我们来助你 众多修行者各显其能 朝着圣玉进攻 刀钢 掌印 剑钢 如潮水般砸了过去 叶天心得到喘息的机会 向上飞去 圣玉的惨叫声响彻天机 元神修行者方阵 开启护体钢器 挡住阴浪 叶天心法身开启 一座修长的女性 八叶金莲法身 奥利于空中 他传阴道 李承池太近 我来引走他 圣玉转头 看向了叶天心 像是发现了美味似的 疯狂追了过去 糟了 刘先生被盯上了 你们看刘先生的金莲 那八片叶子的金莲 饱和刺眼 旋转明亮 有种要开酒夜的感觉 圣玉本就是飞禽 在空中速度惊人 他每次拍打翅膀 都会带起狂风 叶天心奋力飞离城池 转瞬间飞到了十里开外 上百名元神修行者 不敢分散 保持方阵追击 圣玉速度太快了 终究还是追上了叶天心 一爪子朝着 叶天心的八叶法身拍去 十丈高的法身 不过是三十多米 对于圣玉而言 只有他半截身子那么大 砰的一声 叶天心呸哼一声 向下落去 差点吐出鲜血来 众人惊呼出声 保护六先生 上 上百名修行者迎了上去 所有人都在这一刻 开启了法身 从一夜到七夜 不宜而足 法身成墙 瞬间挡在了天空中 形成了耀眼的法身天幕 叶天心下坠时 忍不住抬头仰望 一时心中微动 世上值得人疯狂的事情很多 没有一剑留有足够的时间 让人慎重 圣玉浑身的羽毛力气 嘴巴中发出了尖锐的声音 羽毛泛光向四周拍打 一座又一座的法身被拍飞 尽数吐血倒飞 上百人的修行者 竟奈何不了圣玉 叶天心眉头紧锁 扫了一眼众人 忍住疼痛 再次飞起 祭出法身 也不知为何 在他祭出法身的时候 圣玉竟不理他 而是继续朝着 另外几座法身扑去 请客间 又有几人倒飞出去 受了重伤 叶天心心中一沉 咬牙催动了金莲 金莲旋转了起来 八片金叶围绕旋转 气息宣泄 圣玉果然调转了方向 全部滚开 回来引开他 不要跟来 叶天心喝倒 纵身朝着远处飞去 这下子众人看明白了 一股复杂的情绪 游然而起 这时候来开业 疯了吗 六先生只是要利用 酒夜的气息 引走巨少 哎呀 这样必死啊 中修行者迅速 再次聚合在一起 表情复杂 你们怕死吗 怕个鸟 真怕的话 这会儿应该缩在城里 那便继续 继续 他们虽然负了伤 但是没有选择后退 再次形成方阵 追击而去 叶天心一路急飞 试图将圣玉引走 他看距离差不多了 于是准备把法身收起 然而 他发现事情 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法身不仅收不回 金莲旋转的速度 反而加快了 叶天心的心情 沉入谷底 叶天心悬浮在高空中 一动不动 万千银丝 宛若瀑布垂落 时而随风摇摆 白衣胜白雪 如风浮玉树 雪过芳暴 他的容颜是超凡脱俗的 他的气质是圣洁而庄严的 但这一切的一切 都在无情的凶兽面前 变得不值一提 圣玉奔袭而来 双齿拍打 双爪泛光 叶天心何曾认命过 甲玉金莲 拍出惊涛骇浪的钢器 包裹荒极多情环 不退反进 冲了过去 双方撞击 荒极多情环 在这时体现出了 强大的力量 圣玉再次吃痛 发出撕心裂肺的尖角 方圆十里范围 山体滑坡 树木颤动 地动山摇 弱小的飞禽走兽 被吓得瑟瑟发抖 匍匐在地 叶天心发出这强力的一击 也不好受 闷横一声 嘴角流出鲜血 燕红的鲜血 与他的圣洁 显得格格不如 实丈之高的 八叶金莲发身 往后急飞 叶天心赫然发现 金莲的旋转速度 加快了 为什么这么快 他曾亲眼目睹 师父传道天下 知晓金莲的 开业过程 一般情况下 不会这么快 进入高速旋转的阶段 到了这个阶段 往往就是 汲取寿命的时候 而他的寿命 所剩无几 自从中了 福印金龙 大量折损了寿命以后 便没有太多寿命 可供使用 一千二百年 就算不死在圣玉手中 也得死在金莲下 刚才那一招 避害潮生 已经是他威力 最大的一招 这时 他看到了远处 追击而来的 上百人 元神修行者方阵 刘先生 快走 趁着圣玉被击退时 漫天的刀钢 剑钢与掌印 以及密密麻麻的 字符福印 砸了过去 原本就被多情欢 伤到的圣玉 顿时狂躁了起来 疯狂扇动翅膀 钢印被击飞 肆虐的元气和钢气 被圣玉 硬生生 用翅膀扇了回去 钢锋形成龙卷之势 横扫众元神 众人惊呼出声 凌空倒飞 一半以上的修行者 吐出了鲜血 午夜以上 也感觉到 丹田汽海 传来麻痹之感 这圣玉太强了 不弱于出现在 墨城的蛮鸟 八夜都不是他的对手 更何况这些 七夜以下的修行者 圣玉以横扫之姿 将百人的方阵击溃 他的眼睛里仿佛在冒火 看着叶天心的金脸发身 他兴奋了起来 双翅拍动 狂风倒逼 风云变色 圣玉又一次朝着叶天心 俯冲了下去 叶天心哪里还有余力 抵抗圣玉 在这种情况下 唯有于尚荣这种 常年游走在刀尖上的修行者 才可以从容面对 而他叶天心带着金脸 生九夜 何其艰难 即便是明世音这样 做事稳妥之人 也需要有师父这样的 强者护法才可以 他叶天心 凭什么 第九百章 他睁大清澈的双眸 看着那圣玉扑了 叶天心再次后飞 强力撞击的他气血翻涌 发身出现了咯吱咯吱的声音 仿佛随时都会军裂 金脸开始汲取瘦 脸上的皮肤变得褶皱 绝世的容颜 以飞快的速度衰老 叶天心看着圣玉袭来 恍然觉得 这一切 应该要结束了 我早就该死了 能够活到现在 已经赚了很多 不会再有别的舍望了 狂风吹拂着他的银发 令他的意识出现了模糊 生命的流逝 也让他在请客间 参透了人生 看破了一切 叶天心五指 展开 尝出了一口气 心情彻底放松了下来 他放弃了抵抗 圣玉绝尘而来 将要吞食 这人间美味 就在大家都放弃时 耳边传来了 奇怪的叫声 大家抬头仰望 一个足以遮天的身躯 划过天空 如同鸭城之天幕 这是 所有人都惊呆了 因为他们从未见过 这么大的凶手 他们抬头 却只能看到那凶手的 下腹部分 还有那颗巨大的头颅 他的毛发身前显白 侧身淡黄 在阳光的照耀下 一身微风凛凛 宛若一方世界的主宰 圣玉急停 整个身躯的前半部分 因为急停 几乎立了起来 大如圣玉 也需要抬头张望着巨手 圣玉原本兴奋的目光 陡然变得惊恐 害怕 双翅不断向前拍 试图往后飞 这一刻圣玉就像是斗鸡一样 变得不值一提 那天幕般的庞然大物 爪子拍了下来 圣玉也只有他三分之一大小 一爪轰然落地 树木尽端 尘土飞扬 圣玉被那庞然大物 死死摁在了地上 四面八方的小型巨兽 宛若苍苍蝇似的 不值一提 一巴掌便拍死一片 尾巴一扫 便是方圆百米区域的 参天巨树被拦腰截断 弱小的走兽被这巨兽毫不留情地扫飞 拍碎 无情地碾牙 绝对的优势和力量 震撼着在场所有修行者 众人懵逼且绝望地看着那更大的巨兽 完了 生九夜吸引到更强的巨兽 完了完了 这巨兽 就算是四先生来了 恐怕也打不过吧 叶天心 八夜金莲发身 石杖高 就在他的面前 叶天心却只有他的鼻孔那么大 当他看到这天幕般的巨兽扑来时 心中一阵激动 重新燃起了希望 但他此刻的情况不容乐观 衰老的状态 让他的声音显得有气无力 承皇 承皇看了一眼被踩在爪子下的圣玉 那圣玉还在挣扎 但无论怎么挣扎 都无法挣扎承皇的控制 承皇看了一眼叶天心的法身和金脸 这时 数十名午夜以上的修行者 朝着叶天心飞了过去 想要尽最后的一搏 叶天心回头 拼尽力气道 都别过来 众多修行者停下 正正地看着承皇 他们看懂了 承皇似乎没有恶意 承皇一出 方圆十里 没有任何飞禽走兽 尽数散去 除了圣玉的悲鸣声 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承皇压低了头 他的鼻子靠近叶天心 嗅了嗅 承皇的叫声与以往都不相同 显得有些悲壮 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抬起另外一只巨爪 往圣玉的身上一拍 双爪拉开 圣玉被活生生撕裂成两半 众人看得头皮发麻 尽管那圣玉是令八夜巅峰修行者 都要忌惮的凶手 但在这大如天幕般的城隍面前 脆如纸张 圣玉历时死亡 一颗泛着红光 晶莹剔透的晶石悬浮了起来 在倾斜的日光照耀下 宛若璀璨的珠宝 光彩夺目 圣玉的生命之心 众修行者目光灼灼地 看着那圣玉之心 他们都很清楚这东西的贵重 当事之中 凡是要生九夜的修行者 无不想要这生命之心 但是眼下这情况 叶天心是最需要这生命之心的 白民有城隍 这个传说是真的 难怪城隍没有敌意 刘先生有救了 大爷有救了 众人兴奋不已 激动地看着城隍 然而城隍却做了一个 令人惊讶的举动 城隍压低头颅 嘴巴一张 咔了一下 圣玉之心 被城隍吞食入腹 众修行者懵逼了 不知道城隍 为什么要这么做 叶天心手指微颤 虽然有些无法理解 但也能够接受 城隍的所作所为 凶手冲就是凶手 他已经帮了我很多 又岂能身亡更多 也许 这便是命运 叶天心叹息一声 金莲的旋转速度 再次加快 这时 城隍再次发出低沉的叫声 腹部继续蠕动 像是某种东西 在涌动似的 迅速从城隍的 心脏部位脱离 城隍嘴巴微张 亦可比之前更加璀璨耀眼的 生命之心悬浮而出 众人惊呼出声 城隍之心 这是他们到目前为止 所见过的最美丽的生命之心 他泛着的不是红光 而是一种生机盎然的色彩 与大自然相近 像是泛着淡光的祖母绿宝石 它象征着信念 永恒和幸福 修行者们想起了 城隍的传说 有城隍 其壮如虎 白身披发 城之寿 两千岁 指的是城隍之心 叶天心无法理解 你干什么 城隍压低了头颅 用鼻梁推了一下 那宝石一样的生命之心 生命之心 朝着叶天心飘了过去 城隍发出声音 我不需要 叶天心执拗地转过头去 如果生九夜 需要牺牲城隍的话 那么他宁可不需要 城隍再次压低头颅 推动那生命之心 城隍双目一睁 吓了叶天心一跳 生命之心忽然裂开 呈点点光滑 尽数飞入了他的口中 强大的生机 源源不断地补充到 奇经八脉之中 近乎枯竭的丹田气海 得到强大生机的补充之后 很快 生机勃发 寿命源源不断地增加 皮肤渐渐恢复光泽 褶皱渐渐消失 那精致的五官 清澈如水的眼睛 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恢复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